台湾维新党主席 前民进党台南县县长苏焕智日前指出 大陆发生新冠肺炎疫情 原本是台湾创造两岸关系缓和的机遇 但可惜的是 台湾这个机会之窗没有把握住 反而建立敌我清楚界限 经过新冠肺炎疫情后 两岸关系的距离已被拉开 大华网络报25日发表台湾资深媒体人司马正祥的评论说 苏焕智点名了蔡当局 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 并不是以纯粹的医学方式来处理 而是用政治的手段来遂行起目的 可以区分台湾与大陆的差异 进而突出所谓的一意谋独 或许民进党认为大陆自顾不暇 无力顾忌台湾 而台湾民众对疫情的惧怕 也有利于绿营操作对大陆的敌意 只要透过媒体的报道 网络的传播 就能借此拉开台湾与大陆之间的距离 回湖北金门探亲的台湾富人 及其罹患血友病的儿子 未能搭上第一班回台班机 以及治疗小孩的血友病药剂已用完 引发两岸高度关注 透过两岸民间的努力 药剂从台湾送达进门 问题是 药剂送达后 台湾网络即出现大批攻击台湾富人 及其儿子的言论 企图破坏疫情引发两岸良性互动的氛围 制造台湾医疗资源被大陆人滥用的误会 尽管最后被证明是误会 但网络上仍有大批言论批判这件事情 显示此一现象并不单纯 似有网均在刻意操作 持续利用疫情来区隔台湾与大陆 除了网络的操作之外 台湾局近日突然宣布 禁止台湾医护人员在疫情期间出境 引发社会议论 医护人员反弹 有人透露 台湾局表面使防范疫情可能会扩大 实际上 则是不准台湾医护人员赴大陆 支援武汉疫情 新冠肺炎的疫情蔓延后 台湾医护人员即已私下联系 准备找志同道合的医生 护理人员组团到武汉 一方面实际了解新冠肺炎的疫情演变情况 另方面则协助当地医护人员对抗疫情 这本是一件好事 将有助于两岸关系的改善 不过蔡当局却祭出防疫法令 不准两岸医护人员携手合作 防止新冠肺炎 致使蔡当局既以政治手段 利用防疫来分离台湾与大陆后 再次将两岸民众互动的窗户关上 历史会记得 谁在两岸之间制造误解 以仇恨堆砌高墙